因为你 因为你最后没给我来冠军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老子钱没花到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是钱的事吧 这可不叫钱的事吗 这是钱的事吧 跟导演感情的问题就是 有什么感情啊 没有感情 功亏一贵 咱战了十二期到最后没拿冠军 就因为你 咱们十的问题 我陪导演那么多久全白陪了知道吗 我导演后悔呢 女导演 你别听那胡说八道 咱们这就是实力问题 后来都总结了 公司开会都说这事 多的 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们实力不行啊 你让大连最棒 你说是吧 他怎么知道的啊 哈哈哈哈 我们相声们也如是 都得是打小的 你就是练功练起来的 我们正在这就什么娃娃腿 对 鸡弓 对对对 童子弓啊 那您不是的 那您不是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的 上礼拜不是的 说这也不能赖我 当时是嫂子先提出来 那你得说睡前睡后 睡前 这个没有睡前给钱的 这没有 你们乐什么都是 没有睡前 那睡后呢 睡后好几回没给 这个比传销组织还狠啊 我讨厌啊 不是不是 淫窝窝 别说出来 别说出来 这是第一回 这是污蔑 这是污蔑啊 真是的 哪个睡啊 哪个睡 上睡 是在上 上南 这么长时间 难免要吵架 这背不住 我告诉你 您可记住了 你们两口吵架 千万得让着点嫂子 对 嫂子不容易 是 真的 我奉劝在座各位 男女打架 一定让着姑娘 对 人家嫁给你了 你不得对人好一点吗 对 再说我们嫂子 我了解啊 有时候就是说话厉害一点 甭往心里去 他是刀子嘴啊 斧子心 好 你要给他 我早晚死了 丫头手里 我跟你说 对吧 你给他惹急了 你外地出差一回家 他拿我一碗来 大郎 药给你煎好了 对不对 你说你吃完这怎么办 当时我跟王妈妈 正在隔壁聊天 有你什么事啊 你说怎么样了 行行行 我一兜胸口一脚 给踹死了吗 不是 就你啊 只有有兄弟那人 才有这遭遇的 知道吗 你总是郭芬阳 打虎回来 给你报仇吧 你知道 得了 我期待着那一天 说那都 能干唱吗 我得把我那钢琴拿出来 你这不外行吗 太平歌词用钢琴 你又用钢琴 对 多新鲜 你也不会 这叫什么 这叫玉子 你还知道这叫玉子 但学这名 你爸收了我三千 爷们咱那不贵 咱那不贵 还不贵呢 要少了 要少了 我一场单四十多 你甭门大哥 行不 来吧 来来来 来吧 名字不重要 得会打 得会唱 这玩意不太简单了 来 你看 行了 别电了 长不了个了 基因问题 你这是 我们这都世界男子标准甚高 哎呦我天 比我高都巨人症 好 你解宽心不定了 来了 来吧 这就开始 师傅 听唱 我给您长脸 好孩子 我给您长脸 好孩子 行不行 您可得公平啊 于老师 当然 我什么时候不公平过 你什么时候公平 过来就来 不好意思啊 大家 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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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这个电影 马上就开拍了 给您800一天 怎么样 你怎么着 你也算一个导演了 我什么 我什么角 我什么地位 你不清楚吗 我现在 我一天50万起 800 你拿我当人吧 你 我800一天 900 我抽你 实话实说 我现在很少 接这种影视剧的拍摄 我知道我知道 一次拍 他说一天多少多少钱 一拍 俩月三月都是他 而且来说 说着带 甭800 你说50万 500万 我现在 根本不往眼里看 好 你 你比你爸这价码还高呢 500万都不往眼里看了 我现在 我转型了 你说下的 怎么转型了 小鲜肉 少班主 我说 说下来钱太慢了 说下来钱还慢 多慢啊 你爸骗了这么多年 攒多少钱了 都 全中国张嘴说话的 就这孩 骗钱快了 九月是什么 天平座吗 九月处女座 观众都知道 处女座 你们怎么这反应呢 不是 好 你看 背不住观众 也有处女座 大哥绝对是处女座 我没说处女座不好吧 那你带他们这 我没 好啊 好新座 对不对 是不是 完美主意 81年9月份 等于是你是处女鸡 我也 没得可说 这有哪有 咱俩一块去 你看 像话 这 处女鸡 明天过生日 不用给我买东西了 去你的吧 不用买东西 好 你把你们俩的爱好 都说出来了 我们一人占一半 对对对 那你说你们谁占哪个 你喷我干嘛 我吸血血 我怕有人打我 处女座属鸡 这倒是 对不对 他家庭还挺和睦的 还可以 是不是 到现在 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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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爱人比你小 肯定的 我媳妇比我小 比你小几岁 小七岁 禽兽 小七岁 怎么就禽兽了 小这么多呀 没 我跟一千人比 我就胜人 你知道吗 我今年二十 我早一比 我小七岁 当时就枪毙 知道吧 你不是没找过 我跟你说你 我这女孩的旧金山啊 行了 行了 我都知道住哪儿 行了 行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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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你的吧 别想 花点钱人不追究了 去去去 根本就没有 没花钱 供德读书 咱们行了 好 没了 什么恶气吧 都别信啊 都别信 我干不出那种事儿了 我干不出那种事儿了 手机是谁的 您的 师傅 您的 我 连我都是您的 手机 徒弟都是 徒弟媳妇都是您的 领导也考验我你知道吗 都是您的 这都在这儿企业文化 我也不知道 说的我怪 还倒着 您呢 您呢 徒弟媳妇呢 瞎说 你 你丈母娘怎么样 他经常这人心里 不搁事儿 对 很少说 有不高兴的时候 我跟他就不一样 您怎么着啊 特别的忧郁 不知道亲爹是谁 这是值得忧郁一下 所以晚上都没见